这个是我准备要送给你的 啊 是我的 对 这是你第一张比较点 看这个样子跟现在都已经 差不多啊 脸还是差不多大 还记得那五部吗 我记得 梅 梅姬 梅姬姬 就很简单的手 梅姬 嗯 现在这种叫楼上店还是楼上铺 都可以 都可以啊 你以前逛过吗 我很喜欢逛CD CD的啊 因为我那个黑椒的年代 我还是很小 不能够自己去 我也很小 但是我家里有一大堆 我有这张 你有这张 谭笑讲 你知道是什么歌 天西周围的主题曲 我喜欢这首歌 我也是啊 我听了会流眼泪的 那个年代我还没出唱片 我那个时候还没 还没有 所以你还是一个歌迷 出道了吗 出道了 出道了 已经演戏了 来电视 在那个时候是苗乔伟嘛 他找我一年 他那个歌我们常常会登台啊 你知道我们登台 就常常唱这首歌 所以你跟梁朝伟一起 不唱这首歌 没有没有 我说苗乔伟 苗乔伟 苗乔伟演的啊 我知道啊 对啊 跟翁美玲 在那个时候我就不听话 那所以就被冷冻了 都停了一年 所以我第一张唱片是晚了一年 这个 这个是很有故事的 你知道吗 我应该是84年就出唱片了 本来是早一年出 因为那个时候隔夜的问题 刚刚在外面有电影拍嘛 那那些就请我 你要不要当歌手 那个时候就划纳 就找我 划纳 划纳 但是后来回来之后 我是电视台的合约演员 所以如果要签唱片公司 第一个一定要是划纳 那我就签了划纳 但是又准备出唱片了 但是那个时候我就不听话 希望可以 可以换一种合约 那所以就被冷冻了 原来是这个原因 对 我都停了一年 所以我第一张唱片是晚了一年 我第一次表演的时候 你有吗 我第一次是在丽舞台表演 跟俄兰姐姐一起 那时候很紧张 也是记不到那么多歌词 我还记得那个时候 因为我有闪光 前面有人拿着歌词 他在上面跑来跑去 他在上面跑来跑去 我还特地戴了眼睛 看什么歌 就唱到这个情意两心间 唱这首 我第一次去登台的话 是罗文老师带我去大四扬城的 但是我没有机会去表演 但是我就看 直到他第一次 他在那个湾仔的会展 开一个俄罗斯的交响音乐 交响音乐 然后他就说 你这一次不如来当我的嘉宾 好啊